派出李梅珍參加高雄市長補選卻敗下陣來 國民黨在禮拜一例行主管會議檢討敗選原因 氣氛有點低迷 黨在這邊有沒有先跟您這邊聊一下 我們做討論在那個要開會了 真的不是不等你們 黨的下一步該怎麼走 國民黨立願黨團總召林維舟說吵起吵落 是該告別寒流了 所謂告別寒流 大家要繼續往前 我們不可能靠單一或部分的力量 可以支撐起勝利 沒有人會逼宮吧 因為現在這個燙手山魚 可能沒有人想接吧 更做制度化的改革 然後向下來雜根培養人才 而不要是仰賴這樣 再有一個說比如說一個明星光環出現 然後捲取一個潮流這樣子 不過也有黨員有不同意見 新北市議員葉元支就批評 林維舟沒有具體作為 只會當網紅發臉書 才是國民黨無法前進的原因 請黨高層教一下告別寒流的方法 看來高雄市長補選敗選後 國民黨內恐怕還有得吵